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非常高兴再一次有机会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们已经来到了 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 他是被流放到巴摩岛的使徒约翰 得到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 他看见许多关于将来世界的异象 用很多象征性的语言 所写下来的一卷书 写作的时间 大约是在第一世纪的末期 当时的教会所面对的压力 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物质的生活 非常的富裕 但是相对的道德却是非常的败坏 当时的教会和信徒 难免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信仰生活备受考验 另外一方面是罗马帝国 当时非常的强大 罗马的皇帝以自己为神 强迫所有的百姓要向他来下拜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 使徒约翰他就像是历代的先知一样 对教会和整个社会发出勇敢的呼声和责备 期盼人可以回转归向上帝 在第五章里面 约翰他在意象中看到有一个书卷 被七个印严密的封存 书卷上写着关于人类未来的景象 约翰他心里面迫切的想要知道 这个书卷所记载的内容 但是天使告诉他说 没有人有能力可以展开和观看那书卷 所以约翰他就伤心的大哭 接下来他看见有一羔羊站立 右手里拿着这个书卷 他是有能力可以揭开七个印 并展开书卷的 这羔羊就是曾经被杀 但现在已经全然得胜的耶稣基督 从约翰所见的异象 我们可以知道 上帝的羔羊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将在末后的世代全然的掌权 以前的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要归给他 这样的异象给当时正受到压迫的信徒很大的鼓励 让他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 可以有能力能够坚持下去 因为主耶稣正是他们最好的榜样 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虽然受尽了一切的逼迫患难 但是他始终忠于上帝给他的呼召 完全的献上自己 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 最终他也得到从上帝而来无比的荣耀 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以耶稣为榜样 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努力活出和上帝心意的样式 最终我们也要得着 从上帝而来的称许与奖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